火車 火車 就代表一趟的旅行 但是你有想過嗎 旅行你一出門 你就沒有再回家了 為什麼不回家呢 就是因為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你總會遇到一些城市 會讓你想要定居下來 留在這裡 繼續生活的 不想回家留在異地 你總是要討生活啊 那怎麼辦才好 我除了吃之外 我什麼都不會耶 這個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這一集要靠你的吃 來分辨什麼叫做好吃的東西 我竟然有這樣特長耶 因為現在在花蓮 很多外界的美食 漸漸進駐之後而且萌發了 不再有本省人 有外省人 甚至還有外國人 外國人都來花蓮定居了 我只希望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如果我去吃了 而且我覺得這環境好 我屌了之後 記得幫我帶走 好 我真的很怕我屌在這邊 花蓮魅力無法當 好多人來了 就不想回家 好想好水好食材 連阿兜馬都為他留下來 帥哥老外不想走 要找到他得先去市場 在哪兒 不見了 怎麼好像是警察在桌小的時候 對啊 那個是外國人嗎 那是吧 對 他臉鼻子很平 對 剛剛有一個滿巨大的身影礦 對 他很高啊 真的耶 落地深更開餐廳 理由居然是喜歡花蓮的辣 波西哥菜太驚喜 限量十二顆的炸冰淇淋 最讓我難忘 好好吃喔 裡面外面是 焦糖冰淇淋的那個外殼 然後有一點肉桂的味道 對 有一點肉桂的味道 然後再配上那個 有一點我們在吃那個 光尼加那個冰淇淋的那種感覺 下一位離不開花蓮的老外 竟然來自象牙海岸 老爹做的異國料理 混學姐弟也說讚 酷絲酷絲變甜點 美味讓韋汝大聲喊 吃飽喝足別離開 還有音樂秀可以看 加碼東大門夜市 在地外省原住民美食通通有 執行限時美食任務 還要靠網友路人來搶救 香港人表示不知道 麵包狗 我們都知道是麵包狗 它在福丁夜市的哪裡 沒有人知道嗎 巴基路 巴基路 你知道嗎 它是麵包狗 然後那邊有個巴基路水醬 巴基路水醬 巴基路走下去 然後左手邊 你跟我們走 變身文青喝咖啡 店長在花蓮念完書就離不開 花蓮食材太優秀 老闆居然把整間店 從台北搬過來 你這個肉真的不油耶 真的 因為我剛剛吃到脂肪的部分 舌頭一頂它就化開了 你是沒有任何豬油的味道 沒有的 玩在花蓮愛在美食 我是來的花蓮 就不想回家的愛玩客 花蓮被壯麗的縱補山脈 與蔚藍的海洋包圍 這些美麗的自然景觀 加上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就是人情味 這也是許多人愛上花蓮的原因 所以有很多人來到花蓮 就直接落地生根不走了 像我們現在就是要找一位 叫做Jason 身材高大的帥老外 而且根據可靠的消息 這個時間要找到他 要到傳統市場去找 不好意思 妳覺得看在這裡附近 有一個外國人在滷爪 請問妳覺得 我聽到一個外國人叫Jason 真的 真的嗎 真的嗎 有一個外國人買雞菜嗎 那妳能問阿嫂 請問妳有沒有看過 一個外國人高高的 然後叫Jason 有 有喔 人呢 人呢 趕快帥哥在哪裡 剛剛有來嗎 在那邊 在那邊 真的嗎 不見了 我們好像是警察在桌小偷 對啊 那個是外國人嗎 應該是吧 妳側面鼻子很挺耶 可是妳又不會是在 妳在那邊亂台 我現在是在觀光的 花蓮這麼多觀光客 對 剛剛有一個蠻巨大的身影畫 妳眼睛這麼好 對啊 妳剛剛忘記在那邊 對 台灣 你是Jason 很高興認識妳 很高興認識妳 終於我們找妳 這是一個大市場 可以說話嗎 一點點 喔唷 會啊 對 我說台語不懂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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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巴黎安 我只是 你知不知道 我來這裡 兩、三次 前移動 風很美 我們有海洋 海洋 乾淨 風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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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著我 我找到一個房子 我剛才有一個廚房 我來找朋友 我來煮了美式食物 因為沒有美式餐廳 我沒有美式餐廳 我朋友覺得它很美味 我建議我買它 我建議我買它 我心想,為什麼不 你怎麼看 你現在要做點菜 今天就要做點菜 對 今天就要做點菜 對,今天就要做點菜 對 今天就要做點菜 對 你喜歡的菜 你還是要買點魚 魚 對 還要買魚 這個買魚 其實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老外在台灣買魚 可能就很好看 我們去買魚 很棒 好,跟著我 看著Jason自在地 穿梭在花蓮的市場 我看他根本就是個花蓮通 Jason說 他非常喜歡逛傳統市場 而且他跟市場的店家都很熟 店家都會留對新鮮的肉 魚貨還有蔬菜給他 以確保餐廳 都能用到最好的食材 像今天Jason就買了新鮮的魚 鬼頭刀 準備要為我們做一道 經典的墨西哥菜給我們嘗嘗 不過看到他旁邊的Jason老婆 我想他留在花蓮的原因 應該不光是為了衝浪 這麼單純 嘍 好,小心 好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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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雞蛋嗎 對 雞蛋 雞蛋是什麼 這是我最愛的 謝謝 這是我最愛的菜 好,所以我們要用...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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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包春捲 對,春捲的概念 這個是牛肉嗎 對 是 對 對 我希望這樣 好 好 好 這也是混在一起耶 它有技巧喔 你看它不是摺起來的 它沒有摺起來 它沒有摺起來 你沒有摺,難怪會滴 我摺起來 我摺起來 所以它不會滴太多 好 好吃嗎 好吃 好 我沒有吃過這道菜 真的嗎 它吃起來就像鐵板牛肉 可是因為你加了這個酪梨醬 跟酸奶醬 還有這個 叉叉醬 吃起來的感覺 就已經不是我們台式那種 鐵板的口味了 因為 比較稀式一點 墨西哥菜 它其實很有趣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跟越南菜有點類似 因為它放了很多的熟食 跟生食在一起 然後醬汁貨在一起吃 然後水巴封進去就好了 可不是嗎 像這樣把各種不同的醬料 加在一起的感覺 怎麼吃就是怎麼豐富 Jason說 他們所有的醬料 都是當天新鮮做成的 對於醬料的製作 可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像台灣產的酪梨 做成醬之後比較水 所以為了維持酪梨醬 應有的濃稠感 他選擇成本高的 墨西哥進口酪梨來做醬料 除了醬料餐點都親手做之外 沒想到連辣椒都是自己種的 這是很什麼辣 這個是鬼椒 鬼椒 我們種的新鮮的鬼椒 你們種的 對 這是比較貴的椒 對… 可以再甩 對不起 鬼椒 是嗎 香 這個小豬 他要吃紅包 他是紅包 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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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能吃辣嗎 哇 哇 你會不會讓它變辣了嗎 你知道嗎 你不辣嗎 我是覺得沒有到辣 可是它有一點熱熱的這樣 很醬耶 很醬耶 香音都出來了 我的媽 這個嗎 這個是Fish Taco 嗯 健康 非常健康 對 哇塞很棒 很棒耶 哇塞很棒 很棒 很棒 而且在Vancouver裡有哇塞在每個地方 對 不只是在Asian的混合 但我也是在那裡 哇塞很特別 對 很好 它的哇塞很好 很多的蔬菜 對 很舒服對不對 哇塞 哇塞 哇塞真的好搭喔 對啊 什麼好搭 根本是搭產囉 Jason說 原本吃Tago都是用美乃滋 不過他們家的Tago比較特別 因為有他自己的小創意 加了特調的哇塞味醬 讓整個Tago入口之後 味道的層次更為明顯 而且還用了花蓮在地食材 鬼頭刀 鬼頭刀的魚肉軟嫩 包炸餅皮跟脆爽的蔬菜 一起入口 還有哇塞味的微醬 我只能說 這樣的口感太舒服了 這是我的Caravel Macchiato Fried Ice Cre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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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糖麻雞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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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清淨 還有硬的耶 剁麵圖都流漿了 好吃 好脆喔 外面皮是熱熱的 裡面的冰淇淋是冰的 然後有點熱跟冰的交融 在嘴巴裡面 很舒服耶 好好吃喔 裡面外面是 焦糖冰淇淋的那個外殼 然後有一點肉桂的味道 對 有一點肉桂的味道 然後再配上那個 你看我們在吃那個 Bronnie加冰淇淋的那種感覺 就是又熱又冰 又熱又冰 這是卡露娃 卡露娃蜜 卡露娃 卡露娃 它有一個咖啡酒 我每次喝那個 調酒的咖啡酒 卡露娃蜜 就是用這個 卡露娃蜜 是要把它撈起來是嗎 我們剛剛有喝到嗎 要卡露娃 對 可以喝 我告訴你 這真的是太優秀了 Jason說 這個炸冰淇淋 是他們的獨家料理 在外面你絕對吃不到 但是 因為製作繁複 一天竟然只限量十二顆而已 你看看 脆脆的外皮 淋上焦糖醬 搭配著冰淇淋 還有咖啡酒 一起入口 這種感覺 我告訴你就是幸福啊 接下來 老戰 我吃的是一臉幸福的樣子 你怎麼一臉嚴肅啊 把手握緊 舞面什麼都沒有 把手鬆開 你擁有的是一切 愛你 不就是我愛完之後 你在那邊給我什麼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講過了嗎 花蓮這個地方臥骨藏龍 對不對 只要人進到花蓮 他屌然就出不去了 對不對 這個人不得了 這個人你一定認識 我一定認識 而且沒有想到 他居然在花蓮落腳了 誰啊 你不要嚇到 他就是非常有名的 李安大導演在八蓮 小聲一點 他不希望你要打擾他 好不好 雖然我是一屆的廚師 但也有可能我跟他這一次 接觸之後 不得了 你看 李安都來了 那個飛機 就代表李安導演已經降落了 我們的心情也越來越好了 我們要獲得金馬獎了 是不是 不好意思 請問李安在嗎 她是李安 她是 她是李安 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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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講中文 我的中文不好聽 可是 OK OK 他真的叫李安喔 我突然之間嚇了一跳 我已經嚇到了 一個黑的一個白的 誰告訴你們就講李安 你們要講不一樣的 是不是 這是我的名片 真的耶 而且一模一樣耶 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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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邦尼 你知道有一個 很知名的導演 在台灣叫李安 我知道 我知道 應該很多人跟你講吧 對 我知道 超好記的 真的 所以你是從哪裡來的 非洲西非 象牙海岸 對 對 這邊 所以 這是你住的國家 象牙海岸 對 對 那你賣的是 象牙海岸的菜嗎 對 有啦 這邊嗎 阿拉西飯 阿拉西飯 這是花生 這樣好了 你幫我們點 大概兩個人吃的東西 那你決定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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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太多東西 好 做人 那你拿去 你 看 看 你所謂的地方 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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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像 一個小的 陈盅 對 华人有很多外国的餐厅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不知道 上亚人是什么国家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说一个小的餐厅 让台湾人还有华人人 吃去看看我们的最后的菜 所以先吃沙拉嘛 所以吃法跟西餐一样咯 照这样 怎么吃这样 可不就是西餐吗 不一样 是非洲餐啊 非餐 非餐 对 这个怎么吃啊 这个其实是要很简单的吃法 用普通吃法 就普通吃法 用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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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 我们两个是笨蛋吗 不是 你整天吃 是这样 对小孩就很难 好 谁在叫我问他们怎么吃 我就打死谁 这是腌的东西 但是沙拉满特别的 因为跟我们一般吃的沙拉不一样 我们一般吃的沙拉 可能都是生菜在加酱 对不对 可是你看它里面是玉米 水包括刚吃的大黄瓜 它全部都是那种泡过汤汁的 就是有腌进去的感觉 尤其是它这个红萝卜 红萝卜 你会以为红萝卜你不喜欢吃 但我跟你讲 吃下去它跟蜜餐一模一样 红萝卜好不好吃 红萝卜完全没有红萝卜那个 皮肚的味道 对 因为它完全 因为它切得薄薄像面一样 然后西部旁边那个汤汁 真的很像在吃蜜餐 甜甜的 吃饭了没 对 你们刚下課 那对一起来吃 要不要吃面包 要 为什么 我这是给客人 来吧 我们都坐在这边 我们是一家人 来 来 不要 没关系 不要那么客气 来 怎么样 你不喜欢吃面包 是不是太硬是不是 它吃不下 吃不下为什么 你们吃饱了 我跟她说要有吃相 吃相要好看是不是 你在丁丁姐姐就对了 那可是在象牙海岸 你们很喜欢吃姜吗 对 真的 因为我看这个你说 所以这个也有酱吗 柠檬加姜 对 柠檬加姜 汤也有姜 对 对 因为非洲人特别喜欢吃辣的东西 他们觉得那个能够预防感冒生病 这个柠檬加姜原来很好喝的 你有喝吗 有 我刚喝一口 所以我非常能够接受 而且我觉得这个说真的 柠檬已经维他命C这么高了 姜又怎么样 姜又是让你这个凉 精神代谢会变好 一个精神代谢会变好 对 感冒喝姜糖不是多少 对 会循环变好 这个喝了真的不会感冒 而且 因为有维他命很多C耶 维他命很多C 蛤 很多维他命C 维他命很多C 你也觉得很好笑的 对 对 我就是一时口快妹 不小心有了原住民朋友的闻法 反正听得懂就好了 这个象牙海岸的传统饮料 叫做Yamakuchi 简单来说就是黑糖柠檬姜汁 这跟我们一般对姜茶的印象完全不同 没有那么的辛辣 喝起来酸酸甜甜的 不但解渴 开胃 而且对身体又非常的好 赶快再多喝一杯 想不到非洲菜这么开胃 让我更好奇 这个非洲的主食Couscous 到底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知道什么Couscous 可以配上这个Couscous 然后放在上面这样 然后就这样 我这样 取凡 这种汤汤其实也跟饭加在一起 都好吃 都是我们的最爱 有蔬菜还有番茄 有蔬菜还有番茄 对 本身Couscous它比较没有什么咬劲 它是小米 对 可是它点是有点 对我来说有点像是 稍微粗糙一点口感 不是味道 稍微粗糙一点的马铃薯 马铃薯 稍微粗糙一点 因为它松松散散 对 但是加辣椒加它这个 它这个酱调得很好 这是这是象牙海岸的味道吗 在象牙海岸吃得到吗 对 象牙海岸的人 小意思过得很好耶 当地人就这样吃啊 你们喜欢吃吗 喜欢吃 来 一起吃 来 所以这两个 这个是有花生的吗 还有鸡肉 还有鸡肉 对 这我们刚才吃 这个有花生的很好吃耶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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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我觉得加花生的感觉很像 一般我们在吃番茄汤好不好 你把鸡奶油加进去 它会变得更浓郁 所以加花生之后 就像这样的感觉 你那个汤的感觉 是有点奶奶的 浓浓的感觉 然后带着花生香 你很会讲 我爱这种味 对 我最爱吃这种浓浓奶奶的东西 谁不喜欢吃这种东西 对 这好浓郁 谁不喜欢吃奶奶的东西 好不好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谁不喜欢吃这种浓重味道的东西 他有反应 我会这样 还有你 所以说 美食是不分年龄的 是不是 不要闹 我们节目不是说要走 高优质的路线吗 老大 你也较正经的好吗 李安说象牙海岸的气候 比较湿热 所以他们喜欢吃酸 辣 口味比较浓重的料理 Couscous的外形 有点像我们的小米 口感也比较软绵一点 虽然说味道清淡 但是搭配上浓郁的蔬菜 或花生酱汁 这就是大众我的芳心 会让你一口接一口 吃到停不下来 接下来的甜点 没想到里面竟然也有Couscous 甜点 甜点 这是我的十几岁的甜点 十几岁的甜点 对 所以你从小就吃这个吗 我 像人家海鱼 而且里面有Couscous OK 好好吃 好吃 咸叫 你冷静的 好好吃 好好吃 那有点那种意外 对 因为你会想说里面加Couscous 就是小米 对 觉得怪怪的 但是没有 它非常的合 里面有野奶 然后甜甜的加小米 这样吃起来那口感 真的很特别 而且有鳳梨 有芒果干 还有鳳梨干 对 都是水果干的味道 还有木瓜干 这个Couscous做成的甜点 乍看之下 会因为有很多水果和椰汁 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 泰式的甜点摸摸扎扎 但是因为有肉桂的提味 所以味道跟想象中的 泰式风味不太一样 而且里面还有西饱椰奶汤汁 口感软绵的Couscous在里面 搭配上各种水果的甜 与口感 我只能说就是丰富 不过讲到花莲的魅力 可不只有好山好水 还有不能错过的 花莲的代表一直认为 我们都认为说是 夜市代表就是自祥夜市 对 可惜的是自祥夜市已经洗燈了 现在多了一个福丁夜市 这个夜市比较特殊一点 它象征了一种所谓的树村融合 是 据这个线报 路透社组组 在花莲这边有分四种 对 特家的 闽南的 闽南的外省人 闽南的外省人 所以它把这个夜市就融合了 所有的这个元素 凑合在一起 在这个星星的夜市 全部都找得到 倒是因为 这个夜市的幅源太大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向他下来 制作单位他想了一个方法出来 什么方法 他给我们题目 我们去找 先给我们的地图 所以我们现在在哪边 这边 我们现在是否在这边 是不是 好 地图已经有了 那接下来呢 三条街 三条街 各省一条街 原住民一条街 还有这个福丁夜市也是一条街 福丁夜市也是一条街 对 然后代表三条街 有各种各种各样的 有一个 温水 巴基路 跟炸螃蟹 炸螃蟹 三条街 各代表一个美食 就是各一条街里面有一个 对 隐身在里面 隐身在里面 要找到 要找到 20分钟现在可以找到 嗯 的话 会有一个 有啊 神秘小礼物啊 30分钟按摩键 对 不是 你就走20分钟 最起碼也是一个钟头吧 对啊 有多10分钟耶 有多10分钟 没有那种意义 没有意思走20分钟 按20分钟啊 看看啦 搞不好我们很快就问到了 好不好 你这个先拿完 你先拿着 我现在直接 好不好 用第一个方法 就是美食是长在嘴巴上 用嘴巴问 好不好 有没有人知道牛汶水是什么 牛汶水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耶 很难吗 好像很难 有没有人知道牛汶水 是什么 在哪边 那一条 那一条啊 那一条是不是 那一条是哪一条 客家那条 各神一条街 各神一条街 那一条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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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各神一条街到了 到底是牛汶水的 牛汶水 好 好 請問你知道牛汶水吗 知道 知道 牛汶水吗 等吃货 嗨 那边 有啊 还有照相写啊 还有直接這樣 可以吗 我不要 因為妳這樣講的硬件不是 請問妳知道牛味水嗎 好 謝謝 怎麼了 看到了 給我一份牛味水 好 謝謝 牛味水到底是什麼東西 看就算完成 牛味水完成 巴基露 請問妳知道巴基露嗎 巴基露嗎 巴基露是電包裹 電包裹 電包裹 在那邊 原住民那邊 那邊 阿里巴巴那邊 阿里巴巴 好 謝謝 就原住民一條街嘛 對 妳就不能找 給我們是在同一條街上面的嗎 它一邊三條街找三個就對了 對 好 四分鐘 沒想到 我們不到四分鐘 就完成了第一個任務了 廚藝小組從這三條街 各選出一樣東西 要我們在20分鐘內 可以找到這些食物 如果20分鐘內可以找到 就可以拿到半小時的按摩券 但是 這東大門夜市的服務員 也太遼闊了吧 要完成任務 看來只有請萬能的網友們 來幫忙 拍個直播視訊來問這一塊 好 好 好 現在已經進來兩秒 三秒 沒有人進來 怎麼辦 沒人 沒人耶 我的朋友 有一些人進來吧 有 七個人進來 請問 有沒有人知道巴基路是什麼 對 它在伏丁夜市的哪裡 有嗎 在哪兒 在哪兒 在這個路的哪裡 巴基路在哪裡 在哪裡 當然知道 不是 你要跟我講在哪裡 我在伏丁夜市 在伏丁夜市的哪裡 哪一條街上 有沒有 麵 我知道麵包果 剛剛有人跟我講在哪邊 不好意思,現在 我在溫哥華 溫哥華 你很調皮哦 你好卡會卡 為他這邊收訊你還不錯啊 對不對 香港人表示不知道 麵包果 我們都知道是麵包果 它在伏丁夜市的哪裡 沒有人知道嗎 巴基路 巴基路 你知道那邊 它是麵包果 然後那邊有一個巴基路誰叫 巴基路誰叫 巴基路走下去 然後左手邊 你跟我們走 你跟我們走 好可怕 好可怕 俗話說 遠近無盡力啊 原本想用網路直播的力量 來找這個巴基路 但沒想到網友們 連巴基路都還沒有 弄清楚是什麼 就由路人先拔刀相助了 二十分鐘的夜市任務 到底能不能及時完成 就得看大家給的情報 給不給力哦 對 所以說有時候 雖然是可以直播 但是直播不見得 人家可以第一時間給 到是不是 巴基路 我看到了 好 巴基路水餃 我要一分巴基路水餃 好的 謝謝 時間 十分鐘 還好嗎 還有十分鐘 還好什麼 我不是用跑的好不好 我跟妳說 這個如果我沒有贏 錯都在妳 因為妳跑太慢 對不對 來哦 來哦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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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的 炸海鮮花吃完的 沒有螃蟹啊 一人看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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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有這種螃蟹 你知道嗎 在那邊 在那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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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時間來 我們已經找到了 才十二分鐘而已 十二分鐘 幾乎十三分鐘 三個任務找到 達成 嘿嘿 廚魚小組你們想不到吧 我跟老張竟然只花了十三分鐘 就完成任務了喔 我只能說 唉唷 真的跑得好累喔 東大門夜市呢 是去年七月開幕的新夜市 主要分成原住民一條街 大陸各省一條街 還有福丁夜市 在夜市裡面呢 聚集了各式各樣的小吃 就像是花蓮這個地方一樣 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攀位市多到數不清啊 有機會來到這裡的朋友 千萬要記得 慢慢逛喔 阿雞露的餃子 怎麼樣 吃不出來 吃不出來 還滿大的 這個麵包圍還滿大 它真的有麵包圍耶 它很吃不出來 吃不出來 麵包圍的纖維在裡面 有纖維 但是因為 這個時候你沒有特別 感覺到那個 麵包圍的味道 沒有想像中 麵包圍是比較像鳳梨那種 你有沒有看到 它應該出來會有什麼味道 還是酸酸的 沒有 我覺得還好 其實裡面有肉 所以肉的味道 把它麵包圍蓋掉 都有 當一旦醬油跟辣椒退去之後 麵包圍它就有出來了 然後麵包圍很大塊 炸螃蟹 它是有肉的 都是螃蟹的味道 每一照片它都沒有 所以這是什麼蟹 花蟹 幹嘛 小隻的花蟹 不錯 牛問水 我真的是 第一次在夜市看過這種東西 都是特加的 是只有花蓮的夜市有嗎 其他夜市沒有 你不是花蓮人嗎 是沒錯 客家的夜市都有 我是不是在哪邊吃過 在中國大陸吃過 牛問水大的夜市都有 我是不是在哪邊吃過 在中國大陸吃過 那有花生 這跟燒鮮草的概念是這樣 牛問水加花生 它就是花 我覺得它就是齒巴 麻糬 對啊 客家的 是客家的 來 來 來就是 薑汁 紅糖薑汁麻糬 那為什麼叫牛問水 大麻糬 蝦薑汁 比較厚一點的麻糬 你為什麼會這樣牛問水 不曉得 會不會是地牛 客家的牛問水 牛問水 我應該沒有講錯吧 牛問水 其實就是麻糬加黑糖水 早期的客家農業社會 因為需要大量的勞力 所以就發產出很多的點心 來補充體力 像是牛問水 就是非常普遍的客家甜點之一 據說因為夏天天氣很熱 水牛泡在河裡避暑 只露出頭跟背在水面的樣子 乍看之下 就跟麻糬沾黑糖水有點像 所以才叫做牛問水 而且也有祈求殃苗 穩固成長的象徵 偉如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看了很多的外地文化 進到花蓮 其實這何嘗不是一種文化的變遷呢 是啊 連非洲的象牙海岸料理 還有美洲的墨西哥料理 現在連文青風 都吹到花蓮來了呢 是的 這一種文青的文化交流 你是文青嗎 看我這身樣子不像嗎 什麼時候文青變的樣子了呢 你痠牙青你還敢講我 什麼痠牙青啊 很沒禮貌耶你 說到文青風 像這樣的老屋配老樹 就是最標準的文青風 今天我們兩個 就來學文青喝咖啡 談夢想吧 沒想到這間咖啡廳的老闆 是外地來的年輕人 而且留在花蓮的原因 竟然也很文青耶 覺得花蓮的理由可能就是 騎摩車十分鐘之內 就可以看到海 然後 這裡的建築物 其實也都沒有太高 就可以直接就可以看到高山 就覺得很舒服這樣 因為其實像 台中的日式老房子 還蠻少的 然後在花蓮看到這種 庭園式的老房子之後 就想說 想要開一間 就是全戶外式的咖啡店 就這樣其實還蠻舒服的 好了 可不是嗎 一個看起來像是 很仿舊的一個盤子上面 寫的兩個字也 就是文青來囉 就是文青來 好不好 而且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流行的很多 餐飲裡面的蛋糕 做得越醜 代表什麼 越是手工做的 越醜 它不醜啊 它奧病不平 不公整 對 切得沒有很平 還不錯耶 真的嗎 檸檬口味的 柚子 柚子 這是柚子嗎 這位文青 我點的是柚子起司蛋糕 它來個檸檬起司蛋糕算了 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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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起司蛋糕是那種 濃的那一種的 對 就這樣打成那個 奶油 鮮奶油的那一種 不是到濃重 明顯就是起司 那種cream cheese 跟一些鮮奶油打出來 它是很清爽 這個 這個是我特地點 咖啡檸檬 咖啡檸檬 我沒有喝過咖啡檸檬 我喝過蜂蜜檸檬 檸檬紅茶 對不對 它是咖啡檸檬 沒喝過 是什麼 說不出的味道 它就是咖啡淡淡的 帶點檸檬 帶點蜂蜜 有 我喝喝看 冰一口喝下去 很像在喝檸檬紅茶 可是尾端會跑出咖啡的香味 很妙的口感 這個冰檸檬 咖啡是誰發明的 發明 沒有 就是 新北間店都會自己 有想要做的影片 然後這個是因為我們 之前夏天的時候 就要喝檸檬 然後跟咖啡店都在一起 可是妳在外面有喝過嗎 因為香港比較多 香港 洞檸檬 他們喝紅茶 有 鴛鴦 雲湯 很快 原來文青色略 不是只在台灣這邊突然 連香港那個地方都過來 洞雲湯 很快 嗨 我是黑糖咖啡 有的時候放慢腳步 找一間舒服的咖啡廳休息 感受一下花蓮特殊的文藝氣息 也是一種小確幸 這間咖啡店 是由四個年輕人經營 從咖啡豆 蛋糕 甚至是所有的杯盤擺設 都是他們親手所做的 這裡賣的不只是咖啡 還有他們的夢想 人生啊 明可因為夢想而忙碌 也不要因為忙碌而失去夢想 所以說 留在這邊突然的理由真的滿多 有的是愛愛走天涯 對 對不對 有的是喜歡沖浪 對不對 有的是跟這個土地 有一些年紀 有一些竄 有 這麼多的咖啡變那麼文青 我本來就屬於 好斯文喔 文青這一陸 是不是 是 那我們再來繼續探索 為什麼 他們還願意繼續留在這邊土地 還要繼續演啊 你 還瘋 在搬來花蓮之前 我們每年都會到花蓮來玩 所以花蓮的好山好水一直吸引了我 而且花蓮這個地方的生活步調比較慢 我覺得搬到這裡來呢 生活上的品質會比較好 這個餐廳啊 在台北經營了15年 那後來小孩都大了 都獨立了 所以我覺得 可以搬到花蓮來 因為花蓮這個地方啊 有機無度的食材很多 就這樣 你這個是上海菜 主要的菜色是上海菜 上海菜 上海菜講這個 農油翅醬 你好像也沒有那麼油膩喔 對 也稍微做了一些改善 稍微改良調整一下 不然 種田種油 對對對 那你們可以嘗嘗看 那你會建議我們先吃哪一道 先是開胃菜 開胃菜 烤膚 烤膚 蔥烤香魚 我現在第一次吃上海菜是我小學的時候 小學 你就吃上海菜 爸爸已經在飯店了 對 我現在第一次吃到烤膚 我就驚為天人 我覺得怎麼 店家怎麼會這麼好吃的東西 可是對我來說 只要見到一間上海館 如果是烤膚不行 我就覺得沒有 對不對 這不就我已經吃了五個 我有發現 因為整盤已經不見了 有沒有發現一點都不油 不會 而且烤膚比較糟糕的做法 做到吃到會有點油耗 這完全沒有 那個油我就特別找了塊石頭 把那個油再壓掉以後 才開始烤 把多餘的油排出來之後再烤 對 非常爽口 非常爽口 這些上海菜是你從哪裡學來的 其實這都是家傳 家傳 都是跟我爺爺奶奶學的 這道前菜 烤膚 樣貌雖然看起來平凡 但卻是最讓人愛不釋手的 一道前菜 家傳好幾代的上海菜 因為毛哥烤兩道健康養生 所以跟一般印象中的濃油赤醬的 上海菜不太一樣 調味屬於比較清淡養生的路線 是吃了就感覺很溫暖的家常菜 接下來這一條魚 什麼 竟然連骨頭 內臟都能吃 這個香魚做起來就 很有鯨魚的感覺 有 口味都是一樣 調味都一樣 您可以嘗嘗那個蔥 蔥是最好吃的 這個 下得很開胃吧 它滿像醬菜的 只有醃製過這樣酸酸的 然後這魚的味道有點像秋刀魚 也像 有一點像 有烤過的秋刀魚 畢竟都是 秋刀魚也好 像一個是海的 一個是陸地上的 對 它有共通點魚是香魚 環境如果不好是洋貨的 真的 它比較挑 所以你吃香魚 你是連肚子都可以吃 內臟都可以吃 當然 它就不用拿掉 對 你們的飯也很特別 它不是白飯 我們店裡用的 沒有吃過上菜 我沒有吃過上菜 菜飯 這是菜飯 菜飯 酸菜 不是 這是青江菜 一定要新鮮的青江菜 炒過以後去燉飯 我們今天這個飯 你看那個米的顏色是比較深 沒有錯 是糙米吧 因為我用的是有機糙米 完全是有認證的有機糙米 我們花蓮在地的 這個肉 加一項菜 俘魯肉 這個好好 俘魯肉 嘗嘗看 這個肥得非常好吃 為什麼 你不用擔心 剩膠原 因為那個脂肪都已經走過油了 我們先炸過 把豬油先炸掉以後 再用小火去煨的 圍了三個鐘頭 三個鐘頭 入口即化 你這個地方 肥肉這邊入口即化 沒有問題 你這個菜是用三桶蠅 三桶蠅 沒有 第一次吃到這個是用三桶蠅 三桶蠅 因為三桶蠅配這個 非常清爽 口感很好 你這個肉真的不油 真的不油 因為我剛剛吃到脂肪的部分 舌頭一頂它就化開了 可是沒有那種 任何豬油的味道 沒有 俘魯肉的油脂在嘴巴裡 馬上就容掉帶出了甜味 有吃肥肉的人一定會喜歡 至於不敢吃肥肉的 告訴你 不嘗試就是你們的損失 毛哥的健康上海菜 都選用在地的無毒食材 認真的它還會跑到產地 去了解食材的生長狀況 花蓮的好風景讓人流連忘返 花蓮的人情味讓人依依不捨 而花蓮的好食材 更是讓人意猶未盡 了解所有外地人對花蓮的熱愛 就連我都要淪陷囉 花蓮的魅力果然讓人難以抵擋啊